周末聚会应该是非常具有娱乐性 以及挑战性的一件事 您看 这位先生笑得多开心 有那么多好的老师 好的资源来共享 有什么好不开心的呢 我是一个很注重视觉效果的人 在七十年代的时候 有一本书让我非常的感兴趣 那就是罗伯特·舒勒的书 你可以成为你想成为的人 而我没法做决定 其他人呢 他们说他们要做到下一个奖钱 要做到钻石 要做到银章 要做到几千个积分点 他们是怎么知道要做什么的呢 然后他们就做了 我们就会问 你为什么知道这样做 后来我发现 像我们一样 大多数的人要完成一件事 也先失败了好几次 就如我们射偏了每个靶子一样 每个人都会失手 一次又一次 所以需要不断重新来过 这就是人生 不过无论如何 那本书对我真的有很大的影响 我接下来会告诉你们一个笑话 这个笑话也确实有所深意的 大概吧 但我真心喜欢这个笑话 很喜欢 我喜欢幽默 这个笑话你们有可能听过 有个家伙跟大家一样 在某间公司里上班 回家的最短路程是经过一个墓园 他对此感到很害怕 所以他从来没有穿过这个墓园 每次都绕开他走 有次他加班回来 真的太累了 很想快点回家睡觉 所以他说我要打起勇气 穿过这个墓园 所以他就走过墓园 有个挖坑人 挖坑人就是专门给人挖坑的 那天他正好刚挖了个坑 就在通道旁边 所以那个人走着走着 就掉进了洞里 所以他就坐在里面 他先是爬呀爬呀 想要爬出这个洞 都快吓死了 但是还是出不去 他就说服自己 就在那儿过夜好了 他坐在角落里 拿出外套 就那么凑合着 想着等到早上有人来救他 但是后来 有另外一个人也走过那儿 绊了一脚 也摔进坑里了 他也努力爬着想要出去 坐在角落的那个人 开始的时候 就那么看着他 觉得很好笑 他说 你是出不去的了 可是他还真就出去了 所以说一个人的意志 就是他做决定的能力 那两者有什么区别呢 这对我有着很大的影响 很久以来 人们一直教我们 要有想法 就要有所行动 而行动 形成习惯 习惯塑造性格 性格决定命运 但是上个星期 我深有感触 我看到很多人 当你拿计划 给他们看的时候 他们突然就发起了脾气 多少人会为此感到很沮丧难过呢 他们想知道谁是耶格 打算冲出去扁他一顿 他们就突然发起了脾气 几天之后 他们就走了 或者有些人在这个生意中 做了一段时间 突然就不做了 可能我们不需要为他们而沮丧 我们学到了一些基本的东西 行动起来 别放弃 能出现在成功杂志里头的 都是没放弃的人 而真的放弃的人 就选择他们所知道的 这是非常有逻辑的 然而后来我发现 想法是没有力量的 你可能会对此提出自己的看法 可是我认为这是毋庸置疑的 托尼斯科特是这么说的 也在一个星期前提出了这样的结论 都非常的有意思 因为当我在研究这些东西的时候 他就刚好提出想法 是没有力量的 类似这样的话 还有一个人的意志 就是他做决定的能力 而我们的大脑就会认为 想法就是能够产生行动的意志 在这个夏天 比尔就谈到了身体 心灵意志和情感的问题 所以当我们的大脑产生了想法 意志就会导致行动 这个就是你的大脑 情感也是在这里产生的 现在你已经听过情感这个词很多次了 我很想让大家知道 情感和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在我看来 情感比起感觉更多是一种反应 你的感觉会受伤 就像某人会伤到你的感情一样 所以情感是你对外界事物的反应 比如说你今晚讲到的事情 情感是强烈的 不断变化的 那是怎么回事呢 你看是你的意志做出决定 对吧 一个人的意志就是他做决定的能力 耶格曾经说过 你一定要找到起火点燃烧起来 那起火点是什么 那就是决定 听听这个悖论 大脑是用逻辑来思考的 当你要做出决定 最后做了一个合乎逻辑的决定 你们里面有多少人 可以做了个正确的决定 然后就那么付诸实践了 或者就辞职了 放弃要放弃的东西 他们可能做了个合乎逻辑的决定 可能他们的想法并不逻辑 今天很多人都会一时冲动 而做出决定 你就是想做一个情绪化的决定 但一个不经过逻辑思考的情绪化决定 只会做出破坏 人们在做情绪化的决定的时候 通常是当他们看到个计划的时候 他们就觉得我必须这么做 或者说我坚决不做 他们怎么做呢 他们找些朋友 这些朋友会开始用逻辑来打击他们的情感 或者用些情感上的不逻辑的东西来打击他们 因而很好的是情感会引起激情 对吧 我认为当我们出于情感而做出一个激情决定的时候 我们是很情绪化的 有一次丹正在路上开着车 要载一个女生回家 那个女生看了丹一眼 说你真的是有激情啊 他有点反应不过来 说这不是要求婚吧 那女生又说了一次 你真是有激情啊 丹还是搞不清楚状况 尝试想把他冷静下来 最后女生说 你真是有激情啊 你早就开过我家了 不过无论怎么说 这都是题外话 我只是顺带讲一下 我真正要说的是 当你做出一个有逻辑的决定 这是真正的力量 我会给你展示这是怎么回事 你的情感 这是心 不是那个在喷喷跳的心房 而是意志 情感让你做出一个逻辑性决定 让我告诉你 当你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时 这是我的感觉 我嫉妒 我嫉妒那些一心想买到辆车的人 有的人后来能买得起车了 他们还是把车放在面前 作为一个目标 因为他们想要有个目标 有个梦想 因为梦想会引领你前进 会推动你向前 不要提前奖励你自己 尤其是你还买不起的时候 即使你买得起了 也由着他在那 耶格在大概二十年前的一个研讨会中说 我想买辆劳斯莱斯 但我买不起 我就说啥 那时的他是皇冠大使 要是他愿意 他可以用现金买两辆劳斯莱斯 然而他却说他买不起 听到这话的时候 我就觉得 你说笑吧你 你知道几年前 我们怎么决定可以买得起什么 买不起什么东西的吗 可是那时候 我们很多人会在银行排队 我可以证明 我们肯定买得起的 1970年 在我们结婚之后没多久 我们买了个音响 那还是我妻子让我们买的 即使我们根本不喜欢听音乐 但是我们想要买个音响 我们都没有用过它 那不是一块板 是个音响来着 你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买这个东西 因为那正是一个冲动的决定 是出于你对音响那个愚蠢的激情 我们走进音响店 我说安德里亚 我可以买得起这个 我们还带了现金来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 不欠人家一分钱 我当过海军 也得过退休军人的头衔 我存了些钱 我们可是用现金的人 后来我就结婚了 所以我们就拿着那一音响 那个售货员说 你们买得起这个吗 你所需要的是 10美元以下的东西 那是在20世纪70年代 一个信用额度是10美元 确切来说 那是在70年代中期 美元和黄金挂钩制度刚刚崩溃 信贷开始了 所以我们有个亲戚 老是对我们说 这样你们会花上两倍的钱 去还那些款 好 一个月10美元的长贷 我们还款 还了有段时间 我们借了好几次钱 关于大脑或者情感这件事 和火很像 三个因素是温度氧气环境 只要你使温度达到燃点 有氧气燃料 你就可以烧起来 缺乏这三个因素中的任何一个 火就灭了 当然是一会之后别太当真了 说到底我不是一个消防员 我以前一直觉得 当我在丛林中的时候 可以举着一只火炬来驱赶野兽 但是一个朋友纠正我说 那可就要看你举着火炬的速度了 所以这三个因素是缺一不可的 所以有很多时候 有人说成功是想法 语言行动同时发生而组合的 是一个三位一体的事情 那不是想象中的事情 而是思想或者感情 其中是有力量的 所以要是你可以得到 在我认为是火 因为我喜欢火 还有思维和想法 当你把其中的逻辑梳理开来 并定下了一个冲动的目标 当然这个目标是要有逻辑的 不会让你的家人陷入负债的境地的话 如果你可以做出有逻辑的决定 或者有逻辑的事情 一个出于冲动而做出的决定 一个饱含激情的决定 与此相配合 因为那就是一个意志 那就是综合意志而做出的决定 一个高质量的决定 想法是毫无力量的 人们一直在做白日梦 我过去一直以为自己是个优柔寡断的人 可现在我连这个也不敢确定了 我认为你们没遇到危险之前 都不会做些什么来改变现状 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有周末聚会 因为我们停下脚步重新清理头绪 但并不是让大家都开始思考 忘掉要开始了 喜剧演员卡尔哈利说 他的妻子是个教授 他将所有的东西都哲学化 都讲得非常有深度 他整天思考我们是从哪来的 我们在这做什么 我们要去哪 他说他对此真的很受不了 他说我认为因为我不会思考 我只思考 你怎么脑子里头那么多东西 也不会变成个怪人呢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维模式 你们听这个 结论就是你会厌倦思考 你们很多人不做决定的话 那只是因为疲于思考罢了 好好想一下 是这样的对吧 你做出一个高质量的决定 你为梦想或者目标感到激动万分 然后就会努力使之成为现实 听着追随你梦想的脚步 除了你还在学校 只穿着内裤的时候 所怀有的梦想 这个一定很尴尬 所以我们说 想法是毫无力量的 对吧 但是根据一个理论所说 想法依赖于目的 所以这里引入了目的这个词 想法依赖于目的 目的要求行为 所以知道你所有因素都考虑到了 那么还是认为不少人只是做决定 而没有任何行动 可是当你想好目的的时候 想法又是生于目的 目的又要求行动 行动造成习惯 习惯又塑造了性格 而性格又决定了命运 也许你会奇怪 为什么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商做的 好像是那些你不喜欢做的事情呢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查理琼斯 你们可能听说过这个人 他说 如果他们不喜欢做这些事情 为什么他们要做呢 那就是你们想知道的 也是你们朋友想知道的 为什么你要做这件事情 为什么你要这么做 因为你有梦想 对吧 如果你按照逻辑思维想想看 饱含热情的想想看 做出个高质量的决定 就努力完成它吧 通过这些不喜欢做的事情 人们能完成 他们想完成的事情 所以我做的 就是把我不喜欢的事情 放在一起 比如站在公众面前打电话 让自己难堪 被别人拒绝 所有这些事情 我都不想做 也有很多人像我这样 我的哥哥 也是我的上线 直接了当地给我指出来了 说我不喜欢做这个 不喜欢做那个 那我上班的时候怎么办 首先 我在我还想睡觉的时候起床 去做一些我不想做的事情 就为了一些 我甚至并不喜欢的人 为了那张数目不大的账单 我当时25岁 我不想在我这糟糕的人生的下半辈子 再继续下去了 所以我们就学会了 把生活中已有的痛苦夸张化 把起床的痛苦夸张化 事实上 就是因为熬夜 我们起床才会痛苦 人们会做错误的决定 他们说 那份工作让我不够睡 我得辞职才行 接下来的人生 都可以日上三杆才起床 多好的主意啊 我很想贿赂 但我太懒惰了 耶格成为有钱人 管理着时间 金钱和人 然后我看了一下这些 你可以投身而做的事情 我们已经很幸运了 所以目的 我想鼓励你们去拥有自己的目的 曾经有人在以色列 做了个考古研究 有没有人在以色列的死海游过泳 实在是非常棒的经历 但那不是我要说的 在那里通过考古研究 发现在七座城市的下面 埋着城市 你知道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吗 我们有梦想 有目标 但是当生活一天天的过去 我们便淹没其中了 生活很繁杂 会发生很多事情 然后我们就被深埋里面了 我鼓励你们这个周末 对自己的日子 做一下考古研究 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看一下这个列张清单 列出几百件你想做的事情 有没有人做过这种事呢 我没做过 但我真的希望自己做过这件事情 这就像是一个非常大的任务 列出几百件想做的事情 听起来真的很不错呢 前几天我告诉过你们 我正开着车 你们去过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然后我就开始想 有什么单词是以A开头的 然后我就突然想到 如果顺着字母表 真的能想到很多东西啊 当我想到B开头的单词时 我就想到巴哈马群岛 所以我鼓励你们 当你们坐在那儿 没做其他什么的时候 列出字母表 别逼我这么做 列一个字母表 只有26个字母 然后列出以每个字母开头的 四件事情 然后你就能有一张 列有一百多件事情的单子了 你知道吗 你们很多人会记得 这件生意给我们带来了太多 直到我们把它们都列出来 我就会发现这个生意有多棒 我们居然做了这么些事情 去过那么多的地方 我们不必列出所有国家的名字 我只是想要你们列个清单 ABCD 以后后面各自列出几件事情就好 我希望你们列出这个字母表 对 你是这么说了 一次在非洲有个牧师 要教一群刚结婚的年轻人圣经课程 然后我就问他 你怎么办得到呢 然后他就说 像以前那样 你负责认真上课 我负责认真捣乱捣乱 好 我们在这儿的目的是 是让你们列个清单 而不是愿望清单 斯科特没法列个愿望清单的原因 是他只列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他有个家庭 而且对这个家非常尽责 第二件事情 就是他想在河上有自己的土地 他是在河上长大的 所以夏威夷没有引起他的兴趣 旅行也没能让他提起兴趣 他们经常旅行 他们家真是像垃圾袋那样的 开着有十年历史的车子 他们穿过了整个国家 到处都扎着帐篷 我想你们应该从没听过 我们的录音带上的东西 事情是这样的 你们知道斯科特的老家是哪儿的吧 因为他的爸爸让全家都收拾收拾 打算去接他在圣地亚哥 当海军的哥哥回家 凌晨五点钟 他的哥哥走进了他们的房子 他们原本打算一个小时之后去接他的 就没让他爸爸感到任何不安 只是说 你知道吗 鲍鲍鲍 我们本来打算开着车去圣地亚哥接你的 但我说的是 只是因为斯科特爱他的家和家人 他不在乎他有没有出过国 他也不在乎人家有辆好车 说实在的 我们的车真的很烂 你知道吗 这么多年来 我们都是用那辆车的 但他是以那颗燃烧的心来渴望 他这辈子想要的就是在河边建作房子 想有一大片草地 年轻人可以来嬉戏 一家人可以相聚于此 那就是他的梦想 你们不会相信 在实现那个梦想之前 发生了多少糟糕的事情 但那个梦想实现了 因为有时候我们认为 我们的梦想是不可能实现的 因此我们就把梦想给放起来 就像我们储藏其他东西一样 斯科特想在河边拥有一块土地来造作房子 在河边造房子 都会是旁边的一个茅草房 或者一个小木屋这样的 在钓鱼的季节 人们租这些小木屋来钓鱼 在冬天 人们可以钓鱼 也可以在上面滑冰 很多人都会这样做 但是没有人会将它卖给我们 那些木屋是在牧场主的土地上 99年的租期 没有人会出售河流资产 那可是农场资产 在我们那儿 如果你要卖了自己的农场资产的话 你肯定是急着需要用钱了 所以没有人因为那样的原因 卖掉自己的农场 他们只会回答我们 我们并没有穷到那个份上 我们可以供得起这个农场的 我们打算把这农场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所以斯科特好几年来 一直去敲人家的门 那是远在我们有钱建造河边小屋之前 就这么做了 他敲了人家的门问道 嘿 你有兴趣卖了你的地吗 他们直接就把我们赶出来了 我们因为这么折磨那些农场主 而在镇上出了名 有一次他又去到一间农舍 又问了人家 他甚至可以从这个农舍里头看到河流 我都不知道河里有些什么 但是他去过一次 还是那个卖给我们农舍的土地合约的人 刚开始 他并不想任何人在他家旁边买任何的地方 他门前停着糟糕的车 门廊上放着摩托车 并不是我们所喜欢的生活方式 两年后 斯科特发现一些东西都被清掉了 他觉得肯定是换其他人住在那屋子里了 所以他又去了那个地方问道 你是这块地的主人吗 不 这是我叔叔的 我是从我叔叔那儿买的房子 不过他应该想要卖了这地 他想要卖地 斯科特说 我不知道 不过他得了帕金森 孩子也已经长大了 他们不是农民 也不想待在农场里 长话短说 当我们在佛罗里达州开麦巷钻石会议时 有位先生给我们打电话 他是来看看 我们是不是真的有兴趣买那块地 斯科特那时候就想 哇 太棒了 然后他就从佛罗里达给那人打电话 问他说 你现在有意愿卖河边那块地了是吗 啊 是啊 因为我想要他兑现了 把钱和所有东西都给我的孩子 因为他们不想住在这儿 斯科特说 那你想要多少钱 那块地有85英亩对吧 那个人告诉了斯科特他的报价 斯科特说 我明天会坐飞机回家 然后到中午的时候 给你带去一张支票的 我们一直怀揣那个不可能的梦想 做起了这生意 但我们还是坚持发展业务 因为总有一天 机会出现的时候 我们就有现金来买了 我们还没能成功的 那还是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好吗 当正式买了这块地后 我们又开始看着这块地干瞪眼了 我们的儿子说 爸爸 世界上就你一个人 因为得了跨沼泽地就这么开心的了吧 我的意思是 那就是个池塘 你没法看见河流潺潺的景象 我告诉你 看起来这并不是比划算的买卖 但我们还是决定 如果这就是斯科特想要的 那么我们还是要付出行为 下一步 就是要在这块地上建一座房子 我们早几年的时候 去建房子的公司参观过 那个时候 我们根本没有想要造房子的事 在这个房子之前 我们住在一个1000平方米 非常有历史韵味的房子 有着奴隶主时代的楼梯 一大片的草地和自己的大泳池 我非常开心 斯科特的梦想 在这之前始终没有实现 当时我们参观建房子的公司时 我很喜欢一栋房子 我们住的房子跟它完全不一样 但我可以感觉得出 那个建筑师很有品味 所以我拿了那个建筑师的名片 一直把它放在抽屉里 我那时没有想过要盖座房子的 也没有地可以来盖对吧 但我一直把那张名片放在抽屉里 我们要盖房子的时候 我说 你看如果我可以找到 盖那个很棒房子的建筑师就好了 你不会想错过一个房子展示 一个旅行车展示 或者一个游艇展示 那些非常想要游艇 但是认为自己不可能得到游艇的人 如果他们一直有这个梦想 便会为这个梦想做出努力 斯格特就是这样的人 不论怎么说 我们去找了那个建筑师 斯格特是载孩子回家最好的司机 你绝对想象不到 那些孩子可以在那半个小时的车程里面 学到什么东西 现在我们拿到了那不可能拿到的土地 现在我们就要在那上面盖动不可能的房子 那是我们的梦想 为了公平竞争 我找了当地的三个人来镜头建造我们的房子 他们都说你造不出那座房子的 是没有可能在河边盖那栋房子 好像在说 你再不会听到一个赞同盖房子的回应 三个不同的建筑师 都是在给我们一个非常消极的态度 就好像以前人们说 我们没办法在河边找到一块地那样 他们现在开始告诉我们 没办法盖房子 因为我们要克服很多限制性因素 许多许可证 才可以将这栋房子建起来 所以我们从这个家伙开始 我们计划好一切 然后就按部就班 下一个问题是 这块地是在水灾区里 所以当地的分区员就说 你没法在这盖房子 它是在水灾区里 所以你没办法用上这块资产 然后在85英亩大的土地上盖房子 所以我就挖了一个洞 那个人来看了一下 我们在房子处和车道走进来的地方挖了个两尺深的洞 所以那个分区是挺有意思的 斯科特从来不是一个好学生 上学的时候几何学就没及格 然后他的几何学老师也在那个分区会议上 多年以后他看到斯科特对几何仍然很烂 感到很生气 但斯科特却感到从所未有的开心和激动 那位德高望重的老师是这么说的 你在水灾区里是不可能建得成房子的 所以我们得向他证明那是可以的 那个建筑师曾经在湿地和水灾区里建造过房子 会用一些特殊的设备保证这个房子的安全 斯科特买那块地的时候 我没有想过那有什么大不了 但那确实是件大事 没有人会相信我们会在靠近河流那么近的地方 在一块泛滥成灾的平原上盖房子 斯科特懂很多关于河流的知识 他知道当涨潮时一边的河水会淹没 一边却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而我们是在安全的那边 但如果你看一下地图 你真的会开始担心这件事 我们的房子看起来就像是在水里 就像水中的孤岛 没人会相信我们会在那样的地方盖房子 但是房子盖起来了 地基什么的都没问题 当这栋房子还在盖的时候 我和一般姐妹一起乘车去了芝加哥 看电影逛逛街 小小旅游了一番 那司机把我们载过去 当天晚上就开车回来 但是那天晚上 突然下起了很大的暴风雨 很糟糕 当时我和所有的姐妹们 都在这辆大巴车上 带着一堆我们买的东西 那时候是凌晨两点钟 所以为了让司机别睡着 我就和他聊起天来 我根本就没有什么话题可以说 所以我就问他 你有孩子吗 他说有啊 你要不要看一下我儿子的照片呢 他的照片还登上了报纸 接着他告诉我说 他儿子正在郊外盖一栋很大的建筑物 因为我认识其中一个建造师 那个人就是在这个讲习班上 教人家木工记忆的 所以我想了一下说 我想你说的可能是我们的房子 那司机说不不不 那不是个房子 那个房子是在盖在一块玉米地上的 而且它就像是一个庞大的公司建筑 我觉得它旁边应该是 公司给员工建的大型游乐场 然后我就告诉他说 你知道吗 我真的觉得你说的就是我的房子 然后他又说 不可能 它是真的很大 直到我们继续聊下去 他说那真的是你家房子啊 我说是啊 因为那房子要是在镇上的话 就好比企业建筑了 我的姐妹们会开车到这边 然后以为那是正在盖个新的乡村俱乐部 但那是我家 斯格特的妈妈也是一个有梦想的人 因为他们以前住的房子没有地毯 四个孩子和爸妈住在一间阁楼里 没有暖气也没有冷气 楼下有三间房间 一间是爷爷住的 一间是厨房 一间是客厅 他妈妈在厨房放了张桌子 画着他这辈子梦想中的别墅 他会画出来 然后和孩子们说起这个别墅 要知道 他可是住在一间破屋里 根本就没有什么机会 可以住在别墅里 后来他快去世的前几年里 他来和我们一起住 我们得好好照顾他 我的大嫂还要载他去 当他开车进入我们那车道时 他在拐弯处转过身 看着我们的房子说 妈妈你终于得到你的别墅了 你们知道吗 我现在想到这些还会一直起鸡皮疙瘩 因为可能是想到你的孩子会怀着你也希望实现的梦想 你就得成为那个执梦的人 你会看到我们现在拥有的房子 他没有花很多钱 却是乡里头最大的一个 当人们来看这个房子的时候 他们不相信他被建成了 就算是现在想起来这件事 也会激动的鸡皮疙瘩都起来 所以我真的很鼓励你们那么做 按照字母表的顺序列张清单 你列出梦想的清单 看看字母表 想想自己去过哪 想去哪 金钱也是非常重要的元素 我说的是要买地的钱 买车的钱 斯格特的第一辆车 是1983年产的小破车 花了我们一万七千美元 那个销售员在计算怎么付款时 斯格特问他 你在做什么 他说我在算你的账单 斯格特问 有多少我们一次性付款 一次性 好吧 我要说的是 对所有事情都起鸡皮疙瘩 如果你没有做出一个 合乎逻辑的决定 怎么办呢 找到目标 你怎么找到目标呢 很多人会听CD来寻求目标 他们会借借别人的梦想 多年之后寻求的是别人的梦想 别那么做 你不会成功的 那么你怎么样找到你的梦想呢 在纸上列出一百件事 按照字母表顺序来 我不在乎你是想去澳大利亚还是奥地利 但是这张清单一定要列 想想你的梦想 想一下你想做的事情 做出自己的字母表 而我的话 那就是上帝 家人和国家 我明白为什么有的人会放弃这项事业 因为那只是一份工作 你一天24个小时 你有时间 有钱 还有通常要你照顾的穷人 这项事业让你投资时间 它作为一个加速器 当你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目标 一天有24个小时 睡觉要8个小时 工作8个小时 还有8个小时 便可以用来实现这个目标 但现在 如果你没有其他重要的事情要做的话 你这8个小时便会被浪费 但是如果自由对你来说很重要 如果上帝对你来说很重要 承担起责任对你来说很重要 如果你想有时间和你的伴侣 你的孩子 你的孙子待在一起的话 你会用完这些时间的 这个生意起了一个激励作用 所以 如果你可以投资时间和金钱 到人身上去 会发生什么呢 这些投资会带给你很多想法 但是我要重申一次 想法是毫无力量的 所以你带着这些想法 这些梦想 你把它放到一起 它就会变得如此之大 如此之多 你有一百件事想做 你有一百个梦想 我做这个生意的理由 就是想在河边建栋房子 仅仅是想让我的家人过上好日子 那都是很好的理由 但是我已经做的事情 是不足以满足很多人的 我会仅仅为了我的爸妈而这么做 而这么做 我会为了退休而这么做 我会为了汽车 为了任何一样东西做这个生意 列张清单 写上一百件你喜欢的东西 真的想拥有的东西 最后你会发现 一些你生活中根本不会放弃的东西 它会把你身上的放弃带走 会让你不会放弃 会给你勇气 会让你有底气 你会变成你没法相信自己会成为的人 我发现了我可以成为我想成为的人 那现在我成功了吗 没有 但我要告诉你们 我现在是一个比之前富裕很多的人 我告诉你们 有喋喋不休的人 也有最终胜利的人 那是你的选择 现在是时候振作起来了 我们有听众打电话来说 我们这次一定要成功 耶格也说 生活中麻烦事总会发生的 我以为耶格是个乐天派 他说麻烦事总会发生的 这听起来有点消极 他说不 麻烦事不是总是不好的 如果你可以从中学到点什么 所以耶格说 18个轮子的大卡车的话 你总要准备一到两个备胎 一辆车要有四个轮子的话 那你就要准备一个备胎 为什么 总有可能发生糟糕的事情的 糟糕的事情是有可能发生的 成熟就是要为此做好准备 成熟就是要准备好处理这些事情 而不是想着可以住在一个美好的世界里 好吗 这项事也不是那么难的 你所需要的就是一个决定 决定 用耶格的话来说 你就缺一个火苗 这个火苗把你的思想和你的情感连接在一起 让你做一个高质量的决定 然后坚持你的道路 你做得到的 告诉我 你对迈向钻石的真实感受 我在此鼓励你们写下你们的钻石故事 写下最后一个篇章 写下那个可以让人生泪俱下的钻石故事 那个可以让我们的创始人为之动情的故事 只有强者才可以生存 弱者在路上就死了 而胆怯者从未踏上他的旅程 我们中有很多人会嘲笑我威胁我 而我讨厌被拒绝 讨厌被嘲笑 我早前发现 我最害怕会嘲笑我的人 就是坐在我身后的两个姑娘 我的两个孩子 我鼓励你们继续这项事业 找到比你的恐惧更大的梦想 别想着要活得容易 要想着成为一个更强大的人 别祈祷与你能力匹配的任务 而是祈祷与你任务所匹配的能力 你有力量 坚强鼓起勇气 然后就去做 去做吧 你得为自己提出自己的想法 做吧 性格就是让人能在想象出 那不是自己之后 还能遵循自己所做的决定的品质 已经走了 勇气 性格 去做吧 坚强点 拿出勇气 做去吧 爱迪生说 一个人生命中能成就的事情 是那些人家让他去做 而他又做不到的事情 那就是这个体系的运行规则 为什么你不放弃呢 我们不能放弃 因为我不想在勇气十足的这一刻放弃 我不像在我刚刚介绍新人时退出 我想在事业低落的时候再放弃 在我不再有勇气的时候放弃 那就是我们放弃的意思 我们只想感谢耶格夫妇 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激情的生活 让像我一般胆怯的人 能在冷板凳上站起来并取得胜利 你真正想从生活中得到什么 去寻找值得自己努力的东西 或者寻找值得你为他而赢的人 给我们按住